这次跟大家讲两个很简单很常用的字 不过有时都会引起一些混乱 就是功夫和功夫 一个就是有个力字边 一个就是没有力字边 这两个有什么分别呢 这个功字大家知道就是工作工人开工 就是做事的意思 功夫就是花了力气做了的东西 你这件事很花功夫 就是做这件事要下很多气力 这个功字本来就是象形字 它是像这个算书的工具 所以拿起工具来做事 就是这个功 这个功呢 旁边有个力字 这个力字有个意思 就是用了力下了力去做事 单独这个功字就是指成果 就是做了事的成果 所以比如功劳 功分 功职 就是这个功了 论功行赏 就不是指成果 就不是指看你做了多少事 来到去给个奖赏给你 不是说你做事做的时间越长越多 不是你这儿白做的 做不出成绩的 那就未必一定想你 论功行赏 就是按你的成绩 来给你这个奖励 为之论功就是这个功 徒劳无功 那就是做了事 但是没有成绩 那就没理由用这个功 因为 说明都流了 那还说无功 当然已经下了功夫做了事 但是呢 是 没有成绩没有结果 这个功是这样的意思 黏着这个功夫 有另一个解法 这个功夫是解释的 技能技巧 操异的意思 所以就有所谓 譬如说唱功 如果你是唱歌 他唱功很好 那就练功 就是练功 就是练你做某种东西的技术 技能 那就用这个功字 特别是 香港人最熟悉的 因为 就是 是由李小路戴先的功夫片 功夫呢 就是指这个 武术的功夫 就是武功的功 就是这个功字 功家 这个人的功教 就是这个功字 所以这个分别 本来就很清楚 但是呢 有时候有些字 用一下用一下 因为 你认真来说 这个功和这个功 亦都有很多近似的地方 你没有这个功 就没有这个功 你不下来去做 就不会有成绩 所以我问 有一句说法叫做 破铁械 无蜜处得来 全不费功夫 是谁的功夫呢 应该 应该 应该是这个 就是什么都不用做 就拿到这个意思 全不费功夫 但是呢 有些人也喜欢写这个 本来意思不是很对的 但是有时候 习非成事 得来全不费功夫 你这样写 都就是 可能有人会说你错了 而不隔离分 这两个公子 意思是不懂的